今天高雄新增四例本土案例 屏東也打破零確診 出現了一例本土確診個案 高雄市政府表示 串門子餐廳的群聚感染再擴大了 今天新增的四例都跟串門子有關 其中一人是餐廳的外廠服務員 本身無症狀 但是病毒量相當高 因為接觸的人多 市長陳其邁就宣布 明天起所有的餐廳禁止內用 而屏東縣長潘孟安也下令 流動夜市全面關閉 墾丁大街的商家要全部改外帶 高雄左營這間串門子海鮮燒烤餐廳 目前是新冠肺炎防疫重點 因為從餐廳群聚感染人數再擴大 二十一號高雄宣布 再新增四例本土病例 通通跟這間餐廳有關 與新北指標個案 二三三六號同桌吃飯的友人 又新增了確診個案 還有相隔兩個包廂員 疑似因共用廁所感染的 華南女保險業務員 也傳染給另一位同桌吃飯的同事 預估這間餐廳到二十一號為止 已經導致七起本土病例 更讓市府憂心的是 其中還有一例是到處送餐的 外廠服務員 檢測發現染疫的服務員病毒量相當高 卻無症狀 截至十八號餐廳停業前 都沒有不舒服 市府在擴大匡列接觸人數 也呼籲五月十四到五月十八 曾到高雄這間餐廳的民眾主動到醫院裁檢 在五月十四號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那你曾經到左營區的串門子燒烤店活動的這個部分 那請你打一九九九 我們來安排採檢 而號稱臨確診的屏東縣 二十一號也新增一起本土病例 在五月八號到萬華旅遊 五月十號回到屏東之後 一直到五月二十號自行的這個去到醫院採檢 縣府表示染疫者案三零三七號是六十五歲男子 曾跟萬華友人參緒 雖無症狀但自行採檢 二十號確認染疫 曾行經的零後四零平地森林園區 綠色隧道等相關地點都消毒 目前匡列五棉親友採檢隔離 記者王要廷 許正俊 高雄屏東報導